对于汪小飞和大S之间 思得你死我活的情感风波 各位吃瓜群众讨论热烈 但娱乐圈的众人却鲜少发声 恐惹祸上身 知名编剧余正 作为圈内敢说敢做的代表 围观完整个事件后 他在IG上高调发文 成为公开支持汪小飞 怒骂大S第一人 他没有指名道姓 而是称大S为某区限 直言如果他要反驳 直接去咽尿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 于正还非常看不起大S 把婚姻说成壮汉陪生意的言论 这番言论不仅贬低了别人 更是把自己当成商品 是一个非常漏的行为 此次公开为汪小飞说话 贬低大S 并不是因为于正认识某一方 或是与某一方结缘已久 相反他谁都不相识 于正还表示 吃瓜吃到现在 对昔日大S在偶像剧中的青春少女滤镜 碎了一地 文莫于正调侃道 有钱人娶女心要睁大眼睛 有钱就来 没钱就跑的 就算了吧 明里暗里都在讽刺大S 这番吐槽的话 还没说尽兴 于正又在评论区 给大S扣上了有心机的帽子 直言他近日的举动 都是在故意激怒汪小飞 是在给汪小飞挖坑 并趁机牵扯到外汇 交税等敏感话题 从而把南方给搞死 不过于正觉得 大S此举并不是上策 如果汪小飞真的摊上大事了 那也就没人给他继续支付 巨额生活费了 对于上述这些言论 有人觉得于正站着说话不腰疼 完全就是在蹭热度 况且他也没有大S 给汪小飞挖坑的证据 此举就是在恶意揣测 给女方泼脏水 不过也有一些人和于正 抱着同样的看法 对大S吐槽不断 这些不理智的网友 纷纷涌入其评论区 骂声一片 大S不得已关闭了评论区 作为林心如和陈乔恩的好友 以及贵人 于正凭借这张嘴 可是得罪了娱乐圈不少人 当年林心如在还珠格格等去后 事业一直发展频频 直到接拍了于正的美人心计 事业在获第二春 陈乔恩也靠着于正 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一角 收获了观众的肯定 虽然现如今合作变少了 但于正每每谈及林心如 都是感激加上赞赏 和陈乔恩更是成为了挚友 他近日还高调表示 自己和陈乔恩私下联系频繁 不知道二人会不会私下一同吃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